而在這場車禍當中被撞死的這名男子呢 是跟弟弟一起到宜蘭市的醫院去拿藥 那回家路上經過路段等紅燈就被車輛給撞上 那麼妻子怒批這肇事者非常的惡劣 而他們的女人年紀非常小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在旁邊哭著說要找爸爸 男子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引起許多路人围觀 其中有好心民眾努力壓胸CPR 但男子呼吸心跳卻是越來越薄弱 救護車也趕到現場急救 但男子仍然傷重不治 現場一地雜物以及車輛零件碎片零論不堪 路面上還有這張看診後醫生開的醫主單 6號晚間7點多 死者剛前往宜蘭市看診 沒想到回程遭遇死結 因為我看那個影像一路上都沒有停 真的都沒有刷車 他就已經撞過一次還撞第二次 我大女兒沒辦法接受這事 小朋友現在他們的 他們就一直在哭啊 要找爸爸這樣子 就沒辦法接受 爸爸已經走了 爸爸仔細去看個醫生說會馬上回來 女兒無法接受父親過世的噩耗 男子騎乘的紅色機車後半部幾乎被撞爛 照式的黑色自小客車頭也毀損嚴重 駕駛從事汽車美容業 6號晚間要再客人回礁溪 不明原因以時速幾乎破百里 高速衝撞 釀成死亡車禍 他就說突然突然就是他就不講話 然後開得比較快 然後朋友叫他說紅燈要撞車 結果就來不及了 就撞到了 你是執行 機車是轉換過來 沒有沒有沒有 機車也是執行 他們是紅綠燈 紅綠燈 你是可能走到這裡 對 我是這樣子過來 照式駕駛父親說 兒子有血壓方面的問題 但有吃藥控制 並不清楚事故發生的原因 不過一場車禍造成家庭破碎 留給親人無限傷痛 記者紅方生 宜蘭報導